由其人东软就得更多创业机会 相当一段的时间 包括今天 我们都会认为说 我如果到国外学习了 回来可能就会有机会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 可能有的在国外待了20年 十几年人回到国内 可能也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因 跟你到哪个地方学习 这个关系事实上并不是特别大 那我们看到国内的第一批创业成功的 很多没读过书的 很多小学毕业的 很多高中毕业的也没有除去过 他今天创造这些财富是不可思议 你可能会说 他这个财富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事实上这个社会 在任何的时候都会有机会 东软呢 事实上我们每一年 招收两千多名的员工 我基本上认为就是有发展潜能的 就是我最开始讲到的 就是有学习能力 适应能力 能够有自己不断的提升的 甚至跟哪个学校毕业的 关系不是很大 在海外还是在国内 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 每天都在变 就是他原来学的东西 可能他几天不学 他也就不行了 那么需要他能够有不断的学习 和适应的能力 这位网友呢 说我是一个海归 回国之后呢 感觉有很大的距离感 不知道如何面对就业 一边呢 是不了解国内的市场 想从基层做起 但是一边要面对低薪酬的境地 但是想进大公司 没有工作经验 请问问刘总 应该怎么办 我也在美国学习过 距离感来自于 你原来把你自己的位置 抬得太高了 就是说你要放下来 我们那个时候 中国的留学生 或者叫访问学者 一年呢 在海外 在全球 可能就派出了几百人 今天是几十万人 找工作不容易 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事情 如果你出去的目的 是因为你了解了西方 了解了发达国家的 今天的这样的一种 发展的状况 而今天你回来 是为了机会而来 机会给你带来的 就是一种财富 那如果在这种机会的面前 来验证你的能力 验证说你在海外 是否学习到了 真正的东西 可以与这个社会的发展 相结合 我认为这个过程 在最开始 是特别的艰难 建立东南的时候 我已经36岁了 那个时候 我就认为 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了 当时中关村 十分的繁荣 那个时候联想 做软件的公司一大批 而且这些公司 都集聚在北京 上海 包括深圳 广州 那我们在沈阳 怎么能够出来 问题是所有的人 都不相信沈阳人 能够做软件 认为沈阳人可以练钢练铁 沈阳人不是做软件的地方 在那样的一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实践的过程 把这个挖掘机会的过程 也当做了我们一个学习的过程 也当做我们领悟这个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海外回来的学生 特别现在有很多的年轻的学者 第一个我认为是获得机会 那么然后做好你学习的知识 和中国发展需要的融合 要有耐心 因为年轻就是资本 首先你认为你是有充分资本的 就凭你的年龄 你就是很富有的 你有失败的机会 你有从来的机会 所以放下来 扎扎实实的从基本功开始来做 我认为这是个正确的选择 克服困难是一种能力提升的机会吗 如果把困难看成是一种机会 看成是把自己提升的一个必要的过程 那你获得困难 那就是你获得了投资了 我个人我最讨厌的人就说 每一天都在发牢骚 每一天都不在进步 大家如果在一个特别抱怨的环境下 你就永远没有一个培养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基础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很多的事情不在于你怎么说 要在于你是否能通过行动来进行积累 你不能够通过抱怨希望别人来给你创造环境 而通过自己来解决问题的时候 这个本身的机会是很难得的 过去我们培养的一些优秀的干部 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说这个工作很难 我知道失败的机会很多 但是我相信你能够解决问题 所以希望你能够承担这个众人 往往这个人是最有激情 他把给了这种机会 看中一个很大的这种待遇 可能比他这个赚工资都很重要 因为这一个项目下来 一轮战斗下来 他真是成了英雄啊 一下就变成一个创业者 所以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困难呢 如果把困难看成是一种机会 那你获得困难 那就是你获得了投资了 获得了信任了 因为有了他 你又有这种激情能够解决他 那你的能力就会提升 我走过来创业的这二十年 我得到一个体会 人的能力绝对是跟你克服困难的数量和难度 是紧紧地绑在一起的 我们过去说有条件要上 没有条件也要上 今天的口号就是说 有困难要上 没有困难找到困难也要上 主动地找到这个困难来做 比如说像东软现在呢 正在进行一个国际化的一个过程 现在在海外我们有上千名外国的员工 我们期望在我们业务的发展里面 我们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 那你说这些人嘛 英文你一定要好 你还要了解对方的文化 你要和你不熟悉的这些外国人 能够在一起工作 而且打交道很好 那你这样的一个能力 可能都不是你读读书就能出来的 也不是你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能够出来 这个过程你要没有这个耐心 那你可能就永远不会有这个机会 所以倒过来 如果给了这个机会 就是给了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 一个提升自己能力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任何的创业 要珍惜一个困难 珍惜别人给了你一个挑战的机会 因为这是你能成功的基础 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我想问一下 咱们的公司是怎么在那么多软件公司里脱颖而出的 您觉得东软能够取胜 凭借的是哪些方面的因素呢 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 那个时候中国的软件企业很弱 所以东软从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特别务实 很务实 比如说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创业的时候 东软想做一个产品的公司 那个时候我们就看中 像微软这种公司 我们可以做产品 大量的卖拷贝 当时我们只有三万块钱 我们投了差不多一半的钱 我们有个产品 我们都拿来打广告了 那个产品卖得很不错 第一年 我们第一年我们就收回了 我们所有的投资 还赚了一笔钱 但是第二年就发现 这个量越来越少 后来就发现 有人盗版我们的软件 我们也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局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教训 就是说在中国做事情 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过去有一句话 叫打他赢就打 打不赢就走 那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做一个软件 用户要用我们的软件之后 就得来不断地找我们 要依赖我们的服务 他会特别担心哪一天 我们不给他服务的时候 他的系统怎么能够运行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开始向电力 电讯 向这些大的文档的管理 后来到社保 到医院 我们做什么软件呢 24小时 要不断地运行 不能中断 必须有人来为提供服务 比如说上海交易所的 后台的股票交易的监控软件 外汇的期货中心的软件 我们国家的国土的资源 管理的软件 如果你们有身份证 身份证的整个的管理 如果你加入了社会保险 包括这个医疗 中国有50%以上的 整个这套系统 都是我们提供的 东软现在有5000多名员工 为这些世界一流的大品牌 来开发里面的 签译式的软件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我们事实上把我们的模型 跟我们的客户之间的 这种持续性的发展绑在一起 也给我们员工 我记得我写了一篇文章 叫没有理想就没有现实 这是一句话 第二个 要有现实 你就要扎扎实实地 与这个环境 以整个的这个社会发展的 那个状态 能够充分地这样的一个结合 所以当全国很多的 做软件的企业 在做很多的 比如说这些研发 做产品做什么 我们可能跳到了 另外一个方面 大家可能知道 东软在软件外包 我们一直在国内 我们一直住在一个 领先的一个地位 而这个过程 事实上我们在很早 91年我们公司创立的 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开始做 所以到96年 我们就变成 中国第一家软件上市企业 在96年上市的时候 我们认为做产品 还是我们一个理想 我们就看中了一个领域 就叫数字化医疗设备 大家知道 在做这个产品 全世界就是几个国家 几个公司 比如说做CT 做核磁共振 现在做PAT 做彩操 东软在96年的时候 我们就果断地 进入到这个行业 我们把制造 外包 开发了里面的软件 然后最后把部件拿回来 把软件装下来 今天东软在医疗设备 这个方面 现在卖到了全世界的 60多个国家 我们是和几个最优秀的公司 我经常开玩笑 我们如果是最后一名的话 也在全世界排个第五六了 就是因为没有人来做了 就像坐飞机的 你要不第一 要不第二 第三 我觉得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不断地创新 在商业模式 走你自己的路 商业没有任何人给你定义 而我们永远的 就很多人不太容易 跳出来这种定义 比如说 做互联网应该是什么样子 做一个创业的公司 你老被别人所左右的 你老也出不来 说你自己的模式 那你在讲 如果每个人都被定义了 你只是说在 Millions那里面的一个 你怎么能够有成功呢 所以成功还来自于 你自己找到了自己的 一个特殊的竞争能力的构造 我认为团队的创业是必要的 你现在看一看 任何的创业成功的例子 最终会把功劳 表现在一个创业者身上 因为点几个人 就有一点累了 就像我们今天整个国家 我们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你要点到东南 你说这个刘老师的领导下 你不能点五个人六个人 但是我可以说 一个成功的企业 绝对不是这一个人的功劳 它的背后的团队 每个人起到的作用中 相当相当的重要 创业是在一个团队里 来展现了自己的价值 和许多人在一起来工作 如果说一个创业的行为 不是一个团队在一起来做的话 你一定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如果一个创业团队是非常必要的话 那么这个团队应该是一些怎样的人 创业的团队一定不要追求 一定是一个统一的声音 一般来讲创业者要找部下的时候 最爱找的都是听话的人 听话的人就是和你就犯错误都犯成一样的 最好是自己有组件的人 那你作为负责人 你可以说这件事我定了 大家就要执行 但是在定之前 你一定要听来自于各个方面不同的意见 这里面有特别激进的人 也应该有特别保守的人 有懂市场的人 有懂研发的人 还有懂法律的人 那么这个方面的一个充分的结合 是你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一个基础 第二点 创业的过程中在找这些人 取决于你这个发展的路线 如果说这个时候特别需要 有一些人已经有经验的 这是一种做法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实践 当然的实践是 我们从最开始的找的人 就是没有经验的 它的好处就是说 有经验的人会按照他原来的模式 来继续来推动他的想法 没有经验的人 可能在一张白纸上 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如果他没有这个约束 他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 全新的一种场景 所以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你做的内容 你想要做什么 要达到什么目标 你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 比如说你有一个模型 特别的成熟 你特别希望把别人的成功的经验拿过来 那你最好就找这个人 已经是在这些有成功的公司里拿过来 你就马上就上来 有的东西是你想偷破 你想创新 你根本就不想跟任何人一样 这个时候你最好找的人稍微冲动一点 这个想法超越一点 因为当一个人脑袋里面 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概念的时候 你要给他摆脱出来也是挺不容易的 谢谢大家